《風火創意》 很高興來到今天《風火創意》的老闆 Tony的辦公室和他做了訪問 還有G&G我們今天在下面的 《Toys Festival深圳2019》就是在這裡搞的 我想問一下整個項目裡面 Tony為什麼會搞這個創意區 首先我們大概三四年前 因為這個蛇口特殊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是深圳比較重要的 一個百分之七十人都是那些外國人住在這裡 所以這裡是很容易適合發展一些 很有國際的潮流文化的地方 也有很多酒吧、創意園會聚集在這個地方 你也知道深圳其實工業是比較少的 但難得我們這個G&G前身是一個80年代的玻璃廠房 就好像很多國際的倫敦、紐約的大城市 很多很有特色的文化地標和創意的目的地 其實都是用舊的廠房 將最蒼桑、歷史和重工業的文化 以及最時尚、最藝術的東西 是一種混合和混合 最蒼桑和最時尚、會發酵一些奇妙的發酵作用 而現在深圳其實是很少這種重工業的廠房 我們拿了它之後 不斷地在這裡搞很多的 針對年輕人和創意人設計師 很有特色的匯讀 它才會聚集這些特色人群 會變成一個創意文化的產業園 還有它是一個設計師的交流平台 Tony 我看到G&G創業園區 我看到它以前保留了很多舊式的特色 那算不算是另類的保育方針 我們有我們的理念 最關鍵的是 這種重工業的歷史文化遺跡 其實是一種很有特色的 反而是有很多新建築物的代表 比如說香港現在最新的大館 它其實以前是一個監倉 但它現在完全是一種全新的 一種文化地標的一個形式 它有很多活動 很多好的展覽在這裡發生 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看工業廠房本身 它其實有一種歷史蒼蒼的味道 另外你保護好之後 它其實就是一個大廠房 但以前是工人做工 但現在是有很多很有特色的 像Toyzy Festival這種 我們其實在深圳做了Festival 已經做了三年了 基本上這個城市最好的生活方式 折走生活折 好像我們說的Festival這種奸年華 是我們算是做得最大最好的 一年基本上都要有十幾個Festival 在我們G&G發生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一個城市它有沒有魅力 一定是年輕人有沒有 他們可以去玩 大家交朋友 以及不斷地去消費 以及他們找到他們適合的夥伴 我們G&G其實正在做這件事 整個概念都看到你們 即是純粹不是一個地產項目 你知道香港人都是去看地產項目 或者怎樣可以捉到更多人流 以及找到更多機會和商機 但我看到Tony 其實你們是深化一點 去做一個整體的保育和發展 其實我們剛才走路 我們看到很多韓式貨櫃 包括Line Market那部分 又去了很多食店的部分 又去了一個研究所店的部分 又有展燒 即是展覽會的部分 甚至中間的舞台 其實好像像現在的Disco 我覺得它整個感覺 因為雖然它叫潮玩嘉年華 跟我們一般認知的那種 潮玩的展覽有很不同的分別 這是你們刻意去做的一種感覺 即是我要比別人更高 還是你們不單是想做一個更高檔的感覺 而是想整個事情有一個使命感 想做一些事情呢 其實講到展覽 它們有兩種 一種是叫做2B 即是很多商家在做Business的交易 還有一種是我展商 有客戶過來買東西 那這種其實都不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其實想要是一種 當然潮流文化 本身它一定要有一個興趣去發生 大家其實或者它本身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它根據了這種環境場景 和這種感覺之後 它會逐漸喜歡這種生活的方式 交到朋友和一些人一起去選擇 他們喜歡的這種玩具和潮流的很多特色的東西 就變成一種年輕人的生活方式的一種部分 那麼它當它慢慢喜歡這件事去研究這件事 它才會變成一個叫做玩家 然後慢慢它變成藏家 最後甚至它會進入這個行業 和設計師去思考一些東西 甚至很多我覺得香港好的設計 其實它都先是從一個買玩具到最後 它想設計玩具 買不到它自己喜歡的 它可以自己設計 那麼這個是一個過程的 所以我們深圳其實是落後於香港這方面 所以我一開始做一個怎樣 我應該是培養這個城市的年輕人 我覺得這件事它是喜歡的 願意為它浪費時間 願意為它去找到一些它可以投入的 無論錢也好 還有它時間也好 最重要是投入它的興趣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首先我要一個festival 令到它們喜歡這種生活方式 然後再將我們想要的場景和商品 是一種令到它們很舒服的方式 我覺得先是一種令到它們很喜歡 然後再去購買的一種 就不是說去到傳統的玩具展 那裡排很多隊買 因為那些人已經是 他們知道自己想要的 但是這個城市還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一下子喜歡遊戲 一下子喜歡其他東西 我們希望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很多元 另外我亦都想將 藝術玩具這個範疇 可以更加寬泛一點 對於我理解來說 現在的人 就算你是一個大 看到一個遊艇 一架跑車 其實都是玩具 其實是和你的消費能力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玩具 其實不是一個很窄的詞 應該是更寬泛的詞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是 很有各種多元元素 可以混合在一起的方式 會不會跟你理解深圳的人口的年紀 因為聽說比較年輕 加上他們很多 其實教育的程度都很高 很普遍 沒錯 是不是你看到這件事 其實根本有很大的潛力 非常之大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尤其是 從我這一代開始 七零 我是看香港電視長大 就是叮噹 高達 包括銀河鐵道99 包括我審美 都是City Hunter給我 對於美女的那種 City Hunter 他也對 對 對 所以我其實受這種文化 因為我是70年代 80年代也有他的 好像是打籃球的男兒當日津 等等這些 聖鬥時升次 可能 還有新的一代 他每一代都有 每一代的卡通 其實這種我們叫做 二次元 二次元的一種生活 從從小到大 這些平衡世界的幻想 從小到大都沒有離開過他 所以他其實是 已經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當他進入到他有錢 有收入 他一定會 他和渴望的東西 沒有得到滿足 他一定會補償 會回到他以前最想要的 以前買不到的東西 他會有一種補償性的消費 這個其實是重要的 第二 他們現在是科技 以及喜歡打電子遊戲 以及他接受很多 那種好像漫威 電影那種對他的影響 他其實已經 這種 跟玩具有關 跟IP有關的 已經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創造這個場景 創造這種生活方式 以及創造這種 給他們去選擇的機會 其實是本身 根植於他核心需求 如果我是可以激發他核心需求 激發他消費的慾望的話 那這個商業機會就是我的 但我最重要的 我不是想要商業的機會 我是想要這個城市裏面 比較有潮流趨勢 以及看得更加遠的人 和我站在一起 一起把這個行業變得更加有發展潛力 我亦都希望通過這個 做一個平台和香港 因為我覺得香港是整個世界的 潮流文化中心 不過它發展得很快 而且它又比較偏重於商業 不如我們可以深港兩邊有一個對話 雖然都有一定的情況下 互相可以關注和互補交流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昨天我和我深圳最能玩的 100個KOL 基本上都是我的朋友 因為我本身是傳媒領域 做了很多年 很多這方面的朋友 他們也會我們昨天做了一個 好像行為藝術的一個活動 其實每個人選擇了一個玩具 講述他和這個玩具的故事 然後和他拍照 同時他簽了名後 把那個玩具放在展覽的部分 三個月展覽之後 你拿回那個玩具 它已經是藝術品 因為它已經全世界獨一無二 它和你發生了一個關係 另外那個玩具本身又變了有意義 不是只是一個玩具的意義 是有和你發生故事的意義 之後又真的參與了一個戰爛鞋 大家買票進去看 這三個月變成這個玩具 就是獨一無二 本質尚以 沒錯 最重要的是 令到100個人知道 原來藝術不是一個很高高在上的東西 其實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去表達 好像Andy Warhol說 每個人都可以成名十分鐘 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表達的藝術家 只要你為一個 哪怕是一個商品 你附了一個全新的定義 它已經不是本身的商品的意義 它已經就是藝術品 所以 玩具如果變成不是玩具的話 你必須跟別人建立一種情感的關係 和變成一個有種獨特的意義 另外它也變成一個藝術作品 讓別人參觀 其實它已經不是那麼簡單 玩具那麼簡單 現在如果要做一個 在深圳這個城市做一個影領者 而不是一個跟隨者的話 你一定前面是沒有路給你探 所以你必須自己去探 可能會有很多石頭 或者甚至會跌倒 但我覺得這個是值得的 因為你只要這樣去做 你才覺得你可以自我挑戰 去做一些完全不同於你以前做的事情 因為人最怕是一個舒適的區域 不去改變 那你會慢慢覺得 因為我每一天的時間 在我來說已經過了四十歲 我肯定要把我後半身的時間 放在一個我覺得自己有意義的地方 但未必是賺那麼多錢 因為我之前的港澳公司 做得非常成功 我希望我後半身不是說 再去追逐一個商業的成功 而是我追逐我自己認為的興趣 和我認為成功的意義 這件事就變成潮流玩具 潮流文化 ad toy 可能是我一個載體 這個載體是我表達自我的 我聚集所有和我自從道學套合的 各種商家和品牌方 一起做一個平台 然後將這個最重要的 給這個城市文化的禮物 貢獻給年輕人 未來他們一定在這裡有很多營養 他們會走得比我更加遠 但起碼你要做這個階段的一個樓梯 讓他們踩著你的背部 上到這麼高的高度 我覺得你對於這個城市文化才有貢獻 聽完這個訪問 其實我真的不是拆鞋 我對於多分敬意 還有坐在我旁邊的年輕人 應該都流了口水 因為elman跟我都是從小型句 而且他比較年輕 他也是設計玩具 聽完之後 是不是覺得很羨慕 沒錯 沒錯 Tony可以將他有興趣變成的攝影 也不需要放在很重的期望 他純粹在商業上的收穫 而是做一個影響做的事 我這麼多年的商業經驗 告訴我的道理 你做一件事先不要想太多錢 只要做到這個行業最高的 還有所有人都會對你某一方面 有一種敬意的情況下 其實很多商業機會會主動找你 所以我們可能第一年第二年 其實都很有風險 但我覺得進入第三年 而且我對即將到來的2019年 其實很有信心 因為我將這個城市裏面 所有的 我覺得應該去摩索的那些基礎 我已經全部過去兩三年都做了 剩下這一年 我就會用一個很有把握的方式 去推進自己的目標 當然這不是一個很快的工作 一定是一個慢慢來水到渠成的過程 但我是會有信心 而且你看我們第一次做 你們就已經可以有一個緣分 大家可以接觸到 其實就等於我通過你們 會打開一個整個香港的一個平台 和一個渠道 未來我們在這個活動結束 我們也會去拜訪你們 甚至會和你們很多行以內的行專 包括好的設計師 藝術師 我們都可以交流機會 既是我們說也是學習 以及互相可以切磋 我覺得這種感覺是我很喜歡的 我寧願把我所有的時間 和你們這樣交流 和你們在潮玩界、玩具界的那些高手 我們這樣的方式 對我來說我的收穫最大 這真的不是一個簡單的訪問 這真的差不多是一個交流 我覺得可以跟香港的朋友提一提 原來在我們內地有這麼多不同的 可以叫做高手 或者他們有心的人 原來做的事情是有意誠 其實香港未必找到 有的 有另外一些 譬如有藝術家、設計師 也有些有心的 或者是企業家 但可能都要互相配合 那些優勢和弱點去互補 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也是很推薦 因為整個氣氛很棒 沒錯 我們去吃 即是他的交流性很強 是的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你說潮玩最重要是 那個用戶的體驗 是的 那個用戶體驗 即是我今天作為一個用戶 也是一個 Fans 也是一個專業的高手 過來看 我覺得應該有很多感受 真的要說一句很老套 對白 這次訪問了很多 我覺得大家可能是志同道合 或者是對於很多東西的頻道 是很適合的 很適合的 很開心跟你聊天 今晚我們 我們找個機會 我們再跟你聊天 因為始終我們天福有限 我們留一些精華 下次就可以做一次 OK 可以拍二 謝謝 非常開心認識你們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ings